7月31日,安徽省时要监局,发布药品质量公告,经抽烟并核查确认,共有6个品种6批次药品不符合标准规定,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、检查水分、可见义务、装量差异、重量差异及含量测定。 根据安徽省药品抽烟计划,全省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药品检验机构的本型正确于药品生产,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为药品质量进行了监督抽烟。 其中,马鞍山是羽山区质和唐中心医疹所使用的,标示为安徽根中药影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肤草仓竹,批号170701,含量测定不符合标准规定,当图现人民使用的,标示为上海细腻金珠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安基脊酸注射业,批号1631204,检查可见义务,当图现永康药店 连锁有限公司销售的,标示为贵州横河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皮帕质和胶囊,批号170101,检查装量差异,不符合标准规定,安徽一康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销售的,标示为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六位帝皇胶囊,批号160402,性状,检查水分不符合标准规定, 田下安区福寿售售大药房销售的,标示为长春兴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副方杰根指壳片,批号20160502,黄山市黄山区静灭福,美药房有限公司销售的,标示为三门侠黄与生物质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指令银片,批号161001,检查重量差异,不符合标准规定, 对上述车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的药品及相关单位,安徽省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正在依法进行查处,消费者若发现未归药品时,可拨打12331进行投诉举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